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视察灾情 一群摩托骑士在东海岸大道上演超人特技 警方暂时已经逮捕四名青年驻察 那批罗西亚人涌入印尼亚齐省寻求庇护 当地的上百名大学生强烈抗议 要求政府将难民驱逐出境 新闻一开始 给您跟进国内的水灾情况 目前 受到新一波水灾影响的帮州 是包括沙巴 柔佛 登佳楼 彭亨和吉兰丹 而且水灾灾利人数有增长的趋势 数字已经从昨晚11点的27854人 攀升到今天上午11点的280032人 共有8781户家庭受到水灾的影响 而今天首相德德西安娜也会前往受灾的吉兰丹 亲自视察当地的灾情 国家天灾管理机构透露 目前吉兰丹共开设68所临时疏散中心 共有21377名来自6918户家庭的灾离被安顿在此 登佳楼方面 则有59所临时疏散中心还在运营 涉及6289名灾离 彭亨则有5所临时疏散中心正在运营 收容214名受水灾影响的灾离 至于柔佛 该州共开设了三所临时疏散中心 并收容121名灾离 而沙巴目前运营的临时疏散中心有两家 共安置31名受水灾影响的灾离 东海岸三个州所和西马沙巴 因为持续降雨而受到水灾的影响 至今内中部已经动员647名警员 和154名志愿警卫队到相关灾区协助震灾 该部呼吁灾离 在当局人员展开援助或拯救行动的时候 会必遵守当局的指示 内中部发文告指出 以警队为首的内中部 其职责与责任是以国安会指示第20号 也就是国家灾难管理机制 以及政策为依据 志愿警卫局和大马海市执法机构 会协助警方并根据灾情 加强人员和救援资产实力 为了避免水灾期间发生不幸的事故 内中部也劝请所有可能会面临水灾风险的民众 做好防灾准备 保持警惕 以及采取适当的措施 同时在展开援助行动或拯救灾离时 也必须遵守当局的指示 任何有关水灾的最新情况 民众可以拨打热线 联络警方控制中心或999紧急服务 国内在爆发新一波的水灾灾情 随着灾离人数持续增加 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 已经派遣5167名官员 前往灾区参与振灾工作 同时为了顾及灾离的心理健康 心理技能训练团队 也派遣864名成员 以及157名心理辅导师 前往灾区服务 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 发文告指出 大马社会福利局在水灾期间 派遣8,543名志愿者 前往临时疏散中心 确保中心正常运营 另外当局在准备水灾救援物资方面 预备了8个仓库 137个州和地区仓库 60个小型集装箱仓库 以及580个社会福利局前线站点 目前有860名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商 以及1224名食物供应商已经接获指示 在必要的时候向相关灾离提供必需品 水灾给许多基础设施带来破坏 为了不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变 多个单位都积极展开 灾后修复工作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指出 目前吉兰丹、彭亨、雪兰娥和登嘉楼 受到水灾影响的110个电讯发射站 已经有24个重新恢复运作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文告知出 吉兰丹、彭亨、雪兰娥和登嘉楼 受到水灾影响的110个电讯发射站 还有86个还没有恢复运作 目前该委员会正与服务供应商密切合作 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另外,该委员会也提醒民众 不要趁着部分州所陷入水灾的情况下 散播任何虚假的禁锡 以确保旅行身为大马公民的责任 登嘉楼有两名男童 结伴到河边洗澡 不料脚下一滑 被湍急的河流冲走 其中一名男童被热心的民众救下 但第一名男童则不知所踪 萧整局在今早7点已经恢复搜寻的工作 以寻找失踪男童的下落 登嘉楼萧整局需在昨天下午4点46分 接获民众投报 只有男童在苏埃都哈金 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不知所踪 因而派员前往现场急救 由于天色逐渐暗沉 萧整局的援助工作被迫在午夜暂停 并在今早7点恢复工作 寻找11岁失踪男童的下落 同时登嘉楼萧整局副总监 Mohamad Kairi Rhi 表示 这是自11月的第一波洪水爆发以来 首次溺水事件 换个焦点 首相达德西安娜在泰国普吉岛 会晤泰国首相设他 并就多项涉及两国的课题展开讨论 其中 首相与设他达成了协议 加速沙盗与黑木山公路计划 以及泰国哥勒河蓝斗班让桥梁计划 促进我国与泰国的经济繁荣 首相安娜通过脸书发文告指出 马泰双方都同意 共同快速开发泰国南部地区 和西马半岛北部地区 确保两地的经济繁荣汇集人民 预计马泰最高级别特委会 将在下个月中旬之前 报告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 以及以上定的事项 此外 双方也趁此机会讨论旅游方面的合作 社他表示 随着前往马泰两国的游客不断增加 泰国愿意与大马共同推动吉普岛 福罗交易等西马半岛北部地区旅游业 截至本月24号 政府已经在全国各地举办多达5573场 昌明农业市集 销售额是高达9276万令吉 双双超越今年的目标 而政府推行了这项惠民倡议 也汇集了1150万户家庭 农业几粮食安全部指出 在今年举办了昌明农业市集 有1097场市集 是在高密度住宅区举办 另外有546场 则设在政府场所 该部指出 共有74,639名企业家 参与政府推行了昌明农业市集 并成功吸引288万名访客到场 部长德德西·摩哈马萨布 是在4月16号 推出昌明农业市集 旨在协助人民能以公道的价格 购买到生鲜的产品 甚至比市价便宜 10%到30% 该部方言这项倡议 在今年举办5000厂市集 并创下3900万令吉的销售额 而如今这两个目标也已经成功实现 尽管11月是旅游淡季 但大马机场客流量持续复苏 达到960万人 为新冠疫情前83.3%的水平 主要由国际航班推动 达到490万人次 大马机场控股表示 11月的客流量增长 有赖于吉隆坡国际机场 飞往阿拉伯阿联酋 掌国的4个新航班 大马机场控股发文告指出 国际客流量成为主要的增长动力 自7月以来 与2019年的客流量水平相比 每月的恢复率是维持在 89.5%以上 至于国内客流量 则是460万人次 是恢复到疫情前 77.6%的水平 文告也提及 11月份的客流量持续成长 部分原因得归功于 推出了从吉隆坡国际机场 飞往阿联酋的4个新航班 也就是巴迪航空 开通飞往拉甲上西 和地鲁闻南特部乐幕 每个星期营运4趟航班 还有马航每个星期 营运了2趟航班 此外 飞银航空也开通了 每个星期5趟 从槟城国际机场 飞往曼谷 狼曼机场的航班 网络流传一段视频 显示一群摩托骑士 不顾及自身与他人的安危 在高速大道上快速行事 甚至摆出超人的姿势 结果接棒式翻车摔落在路中央 随着视频流传开来 彭亨州警方已经接到指示 追查摩托车排的下落 并且展开调查 在社交媒体流传的 一条28秒的视频显示 有数名摩托骑士 在高速大道上危险驾驶 其中一名摩托到下后 紧随其后的数名摩托 因闪躲不及 接二连三到下 彭亨州交通调查及执法组发现 这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 东海岸大道的淡马鲁休息站附近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 至少四名涉案者 他们的年龄介于15岁至22岁 当中包括学院生和中学生 由于摩托的车牌号码已被鉴定 警方呼吁其他参与危险活动的 摩托骑士 现身附近警局投案 协助案件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的降雨不仅给我国东马西海岸 带来水灾的情况 就连毗邻的泰国南部也难逃水节 多个府遭遇特大的洪灾 目前这一波水灾已经给泰国南部造成 至少六个人死亡 一人失踪 近七万户家庭受到影响 自本月二十二号起 泰国南部有五个府 相继爆发水灾 这包括纳拉提洼 北大年 沙敦 宋卡和耶拉夫 其中要述纳拉提洼府的灾情最为严重 洪灾给当地的十三个县 七十七个乡区 近十六万人造成影响 政府机构 学校 桥梁 道路等设施都严重受损 水淹地区最高的水位是达三米 而且河流的水位还在上涨 与我国遭遇相同的情况 泰国每年的雨季都会发生水灾 然而科学家警告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 可能会使降雨事件变得更加频繁 自上个月以来 已经有1500多名罗西亚难民 抵达印尼的亚齐省海岸寻求庇护 昨天 当地有数以百计的大学生 闯入一个罗西亚难民庇护所表达抗议 并要求政府将这些难民驱逐出境 期间 两批人更是一度互相推撞 场面十分混乱 在亚齐省 有数百名来自不同学府的大学生 闯入一个位于首府班达亚齐的难民庇护所抗议 而这一个在地库的庇护所 共收容了至少137名罗西亚难民 抗议的大学生要求这些罗西亚难民 转移到提名局 并且将他们驱逐出境 期间 学生们不仅高举抗议的标语 以及用脚踢走难民的物品 而且还发生肢体冲突 场面一片混乱 部分罗西亚妇女以及儿童 坐下哭泣和呼叫 现场的警方没有拘捕学生 信奉伊斯兰教的罗西亚人 今年在缅甸持续受到迫害 因而永不邻国寻求庇护 然而以穆斯林占多数的亚齐省 虽然当地的人们也对罗西亚人的遭遇和困境 表示同情 但同时间他们也认为 罗西亚人正在消耗稀缺的资源 因此当地不时会出现 罗西亚人与当地人发生的冲突 二十七号是法国巴黎知名旅游圣地 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 逝世一百周年 然而在这一天 有员工因为不满营运商的管理方式 而发起罢工 导致埃菲尔铁塔的运营受到影响 被迫临时关闭 不少的游客的行程受到影响 代表埃菲尔铁塔员工的工会 在声明中表示 选择在该铁塔设计师 逝世百年纪念的这一天 才取具象征意义的行动 只在向埃菲尔铁塔营运商 目前的财务管理提出批评 声明提及 员工们担心营运商的不当决定 恐怕会导致现金短缺 假如不调整管理的方式 铁塔可能会在明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关闭 高三百二十四米的埃菲尔铁塔 在十九世纪末建造 是世界上访问量最多的旅游景点之一 这个法国著名的地标 每年接待近七百万名访客 其中四分之三为外国人 对于这次的罢工行动 造成铁塔临时关闭 营运商管理处也像受影响的访客致歉 对于这次的罢工行动 对于这次的罢工行动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